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七情六欲,以下是我最近总结的几点。 当一对男女常做这次件事的时候,就说明他们之间必有事,一起来看看吧。 1.一起去逛街 我们都知道,每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人出去逛街,游玩。 只有一对情侣,或者是一对夫妻,他们才会一起手拉手去逛街。 在逛街的同时,他们也会非常地考虑对方的感受。 甚至会一直拉着对方的手,直到回到家之后。 但是当一对男女,他们不是夫妻关系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找很多的借口去对外人解释道, 他们两个人之间只是朋友的关系。 其实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很纯洁的友谊, 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出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一般, 甚至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过了一点。 二,很晚的时候,邀请男人到家中来帮自己办事情。 如果当一个女人邀请男人到家中来,为她修理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判断出,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一般, 肯定有什么事瞒咒大家。 因为我们想一想,当一个女人独自在家中的时候,因为家里的东西坏了, 她就会让别的男人到家中为她修理,那么就可以判断出,她是多么的信任这个人。 而且我们都知道,往往在晚上的时候,邀请一个陌生男人到我们家中来,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甚至有可能围及到自己的生命。 可是如果当一个女人根本就不考虑这些后果的时候, 就能够判断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 甚至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 所以这两个人通常表现出的就是有很多的事情, 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三,过多的自己接触。 现如今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性情非常的直爽, 经常会在外出的时候,两个人表现得非常的亲密, 甚至都有其肢体之间的接触。 但是像这种类型的两个人,在外人眼中, 他们都会认为这两个人就是情侣或者夫妻, 因为只有当一对夫妻和情侣之间才能够表现出这么亲密, 才会有肢体上的接触。 可是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根本就不会去承认彼此之间的关系, 同时还会告诉外人,他们两个人只是普普通通的朋友关系。 其实我们都能够知道,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单纯, 只是他们两个人总是会找一些借口去敷衍大家而已。 四,不断地去玩对方的手机。 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小隐私, 这时他们都会去不断地玩对方的手机, 从来不会在乎对方的感受。 那么就会从啊出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友好。 因为只有当夫妻两个人之间互相信任, 彼此包容,才能够去玩对方的手机, 不会去胡乱看。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问他两个是不是夫妻或者情侣的话, 他们根本就不会承认。 并且还会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人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从小玩到大的青梅竹马。 可是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在外人觉得根本就不相信。 因为他们之间的种种表现都已经证明了,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单纯。 有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不知道的而已。 我们都知道,所谓真正的友谊关系, 是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告诉外人的。 如果他们两个人越是去掩盖一些事情, 就会让别人觉得这两个人的关系不一般。 如果当男女之间经常做这件事的时候, 那么就能够说明, 这两个人的关系不一般, 很不单纯, 两个人之间必有事。